《扶貧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地產八卦》的節目 近來我們最低工資實施了一個月 近來有沒有最低工資李兆夫和何文傑 不知道我連最低工資都沒有 沒有工資 我是建工來的 所以我不知道 何文傑做議員也是沒有最低工資的 Simon從美國回來 你在美國的最低工資討論有沒有 沒有 現在美國 反正都扯開了 上個星期四日在曼哈頓走一轉 我發覺他們這陣子 整個城市最特別的地方是甚麼呢 街邊多了很多小販 多得很交關 多得好像 無牌小販 無牌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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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小販多到的情況是好像七十年代香港那樣 即是我媽媽也推到樓賣BB3 也不是全部賣食物 紐約最出名是甚麼呢 紐約最出名是街頭小食 他們的街頭小食差不多是文化的一部份 即是熱狗 中東食物 那些麥克風 賣那些麥克風 有賣的 但這一轉我見到多了甚麼呢 買飾物 賣衣服 甚至乎買些很不等待的東西 多得很交關 那便問朋友 兩個答案 第一 失業率高 沒有工作 那些人就去街邊買東西 即是賣東西 這樣也好 至少他們都去街邊賣東西 可能拿著失業救濟金 不要緊 因為美國的失業救濟金是日限期的 99個星期 即是 滴酒又沒有了 所以 是否可以節日期又再拿 很長的冷賀期 所以 這個是為之一 第二 其實 問題是這樣的 即是 原來以前的人 都可以擺檔 為甚麼不擺檔 就是因為擺檔有很多風險 尤其是 葛涵城 有組織罪案 黑幫 黑幫 又多 你也很害怕被人偷東西 撻東西 那個呢 在過去兩年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非常大的轉變 轉變在哪裏呢 就是 紐約警方 和國土安全部 兩邊都多了很多預算 去反恐 反恐的預算多到一個甚麼地步呢 就是多到差不多每個街角都有警察 每個地鐵站口都有警察 紐約的地鐵站口多得很加快 一個站 幾下的窗截都 全部都 小偷也好 有組織罪案也好 基本上都笑聲力跡 沒有答好吃 就是不小心 把槍都被人搜到 怕被人抓 這個呢 就是 教訓告訴他們 政府 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 維護治安 守野人 守野人 維護治安 做得好呢 原來就很多事情會發生 政府都沒有想過 是不是要發多些牌子 諸如此類 但是那些人自然就推少犯 但是他都沒有我們香港所謂的食環署的官僚去阻礙 其實香港食環署 就是小販管理隊 是一個很歷史的遺物 反正我們今天 地產白權部 甚麼都可以說 我們讚賞地產白權的同事 我們也講一下現象 以前七十年代 或者再打錢的香港社會 很多人就說 以前沒有東西做就推小販 首先 以前推小販的人都有技術的 不是說推就推 你賣甚麼貨 去哪裡拿貨 以前的人做小販 都是挺有創業心 不是說做就做 很多人其實有得選擇 那時候沒有失業 大家不會搞錯 那個年代你不推小販 你走去工廠車衫 有很多東西做 去推小販不是出於一個 被迫 走投無路推小販 推小販是一個計算下的創業行為 那些人是不會去推小販 那些人是不會去推小販 每個人都說到香港失業問題 為何解決你叫他們去推小販 其實這是一個很美麗的誤會 第二件事 以前的人推小販不用交租 是嗎 說就說不用交租 但不是沒有成本的 他們是要給陀地的 以前甚至乎不要說推小販要給陀地 你做檔攤 大家有看歲月神偷 歲月神偷 任大華補鞋 整鞋 警司過來要收錢 因為其實以前做生意 我們以為是很容易 你說做就做吧 最自由市場 當然不是 那些檔攤 全部都 嚴格來說不是百分之一百合法 你要做到百分之一百合法 你不要開玩笑 以前有所謂雙住的土地使用 但其實很多的檔攤 是住宅區 哪裏有雙住 我們說的雙住口 其實全部都不是雙住 所以其實以前 很多都是在灰色地帶 法律 你看看今時今日 我們的專櫃議員 官員 全部家裏都弄一間新房屋 那些新房屋全部是潛建的 我相信我 老實說 你在香港要完全百分之一百守法 何其困難 你真是不要開玩笑 所以 一來你不懂 即使你職 都明不一定搜 湯家驊 大律師 是不是 都以為自己合法 又不知道不合法 又知犯犯不犯 甚麼東西都出 我合理懷疑地 他拿舊個個案 拿出來辯護 是嗎 但無論如何 說回做小販 以前其實不用交租 但我要給你 其實那個成本一點都不低 那好了 趕著所有小販就益了地產霸權 剛好就調轉 其實以前很多小販當 那些推開車仔的人是有計算地 是由車仔變成舖頭 或者變成其他做生意的模式 灣仔碼頭撞姑娘 而且在灣仔碼頭推車仔賣水餃 哇 多辛苦 後來自己自設工廠 包埋一塊塊 在地產霸權的超級市場上賣 發了 小食 那些炸大腸 臭豆腐 四海魚蛋是否都是這樣 很多都是 四海魚蛋 發覺原來公街市 比自己走去 即是自己做物流鏈後邊 要麼是公街市 要麼是供魚蛋 給別人拿去買一串串 更好賺 你說一串串六顆賣 現在多少錢 現在七元行不行 應該行的 七元 是吧 哇 你看一顆魚蛋 過多銀錢 多好賺 但你又租金又成 是不是又要請個阿姐 在那裡刺刺刺刺 不是 我四海 不如我去做後面做功課 那個更好做 即是大家有不同的行業模式 即是 問題就是我們現在 那些社會運動家 就不太了解生意的運作 即是很一廂情願地 香港為甚麼我們有那麼多失業問題 甚麼甚麼 為甚麼你們不走去推車仔 好 我就當明天 開放 政府說 我在這裡有牌照你們申請你們去退 其實每年有幾次這些事 年宵 是不是只有年宵 我都不知道 香港還有沒有其他這些 有些NGO有時候在維園 維園會搞賣物會 我記得 或是 名愛賣物會 曾幾何時都好像有些 沙士之後 沙士之後 沙士之後又被你搞攤 其實搞不起的 這些這樣的 POP UP RETAILING 其實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 不是說我們隨便拿了一堆貨出來 因為放在車上推就有人賣 有些東西很簡單 KOMODO大數 橙好不好 橙那麼大 大家都認識 晚飯撕自己的橙 我跟那些年輕人說 你那麼厲害去推車仔 我只給你推車仔賣橙好不好 很容易 去果欄拿貨 你怎樣選橙 定價多少 為甚麼是十元八粒 而不是十元七粒 十元八粒和十元七粒 就是賺錢和虧錢的分別 這個經驗很重要 這些事情 不要說到推車仔做小販 是一個很容易的事 尊重一下別人 尊重一下我們獅子生下的那一代人 其實是真的用過腦 他們實在上不了解這件事 當然了 昨天還是前天 我們的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為甚麼你們不做生意 為甚麼不是做李嘉誠 不是做米蘭站 原來米蘭站我後來才知道的故事 在九十年代尾 擺地攤 九十年代尾擺地攤 那些人說現在沒有了這些創業機會 是否呢 還是你們自己的腦袋就太塞了 在文化研究系那裏 學完馬克思那一套精神之後 已經是不能曉得做生意 那是不是應該支持流動小販呢 問題是 一 做生意的位置是一個很珍貴的資源 你說在街上推車仔賣東西 有幾個小的問題 你說少也不少 一 紐約市其實也發生了這個問題 就是究竟那個位置 是何文傑在那裏擺攤賣熱狗 還是Andy在那裏賣中東 賣絲巾呢 那好了 你們兩個人鬥早去霸位 還是不是 我每天都在那裏擺攤 Andy你懂不懂規矩 你知不知道這裏規矩是甚麼 我每天在那裏賣熱狗 你今天在那裏做甚麼 那怎樣 誰有權用那個位置 那去到最後 我們的地下秩序就出現了 Andy 知不知道Raymond哥在那裏賣熱狗賣了多久 那裏有個位 每天我們在那裏有個街坊福利會 茶點費 茶點費 每天一百元 賣入會費 你以為不用交租嗎 真的不用交租嗎 這個世界真的有不用交租的生意嗎 那怎樣 交方福利會是否要取締它 很多取締的交方福利會 你們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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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倆打 真的很不和諧 現在香港那些移拉架都仍然有這樣的運作 我試過旺角行人珠熊區 那裏搞活動 等於四點鐘開始就封路 一封路就擺一個檔當論壇 然後就有人走過來 這個位置是我們的 拉電訊我們甚麼牌子 然後有一些標形大漢走過來 跟你周旋 看來你的經驗很高 你的經驗很高 問題就是 你說紐約 為甚麼紐約人家做到 我不想說這件事 但問題就是 人家是順便反恐的時候 反埋黑的 即使是這樣說也好 他們變成競爭 其中一件事就是鬥早去擺 但是又這樣說 紐約的城市規劃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即是很多條街打直 因為紐約萬克頓島 不是一條長的島 很多條打直的街 三四條很長 它沒有一個好像香港那樣 很特別核心的旺角 香港就是有些核心的地帶 旺角、銅鑼灣、中環 有個核心 一個種子擴散開去 但是萬克頓島的特別就是 它很均散 一人沒有得很高 但很平均 這個街角你做不到生意 就是下一條街 市場不會擺滿 情況有些像甚麼 情況有些像在尖沙咀海旁 幫人拍照那些位 其實是比較均散 那裏有這麼大的地方 基本上可以容納這麼多擺檔灘的地方 沒有說這個位比那個位 大家可以相關無事一點點 即是你競爭用 你用Apson 還是Canon 編出 對 那就變成競爭就好一點 但以香港的城市模式 是很難 即是大家不要忘記 所有零售業 即是讀MBA就有價 地產霸權 地產霸權 就是製造這些地產 就是製造這些地產 給人做生意 將一些不漂亮的地產 變成漂亮 這個智慧是很厲害的 即是你明不明白 將空間變成價值 在愛因斯坦相對論之後 即是將時間和空間 這個絕對的概念打破了之後 又是一貢獻 譬如你最近看一個訪問 就是訪問APM的地產霸權 新鴻基的商場攪手 即是她的一生置業 就是女士來的 她的一生置業就是要攪商場 去過全世界 不知道幾百個商場 去參觀 APM很成功 即是以前 APM之前 你說的觀塘 是一個很舊的區 你不會想到 即是Andy那樣的年輕人 不會想到去看電影 或吃東西約朋友 今時今日 因為APM 整個區是變了的 整個區是變了的 銅鑼灣羅素街那一頭 即是又是一個好例子 即其實地產霸權 我們時時只見到她賺很多錢 但有沒有想過 即是我們這些青年人 這麼聰明 這麼聰明 他們說要自耕自作 找個地方 其實多我都不用說 我給你一個舊區 很乖 你們這麼聰明 你給我活化她 你不要給我 想當然 如果我活化 我就把竹家電路 拆掉她 做個公園 好 試試 到時的公園 不是那些導遊 流浪漢 或者其他社會問題 強姦非禮 轉角位 有學生搞事 有人索棋 賣私煙 香港的城市規劃很理所當然 覺得一定 哇 多漂亮 你看我扣相圖 有人在那裏放狗 有些金毛綠髮的人 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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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餐 是的 地產霸權的智慧 跟這些文化研究系的人說 下重不可以與兵 這麼大個人 甚麼未做過 那班人 說到這裏 我們還未說到 最低工資 很多人就說 幫助低下階居 甚麼你有想過 講最低工資 我們整集這段沒有想過 沒有講過 但是 我們要講一下 怎樣幫助 社會上 比較低下階居人士 一會兒回來講 下一節我們會繼續這個話題 第二節回來跟大家談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我回到第二節 剛剛就說 如何幫助低客 地產百權好 我剛才說 是的 有些時候 外面的人仍然會說 私收會要求發揮最低工資 但他們就會說 低客階層如何有保障 有最低工資也有保障嗎 即是不一定要聘請你做事 你有最低工資好 我喜歡 例如你一直工作 以前收開五千元一個月 我現在最低工資之後 最入場費 八千多 八千二 八千七 八千七 以前是給你五千元 現在你說有最低工資 我給你八千七 當然不是 如果八千七元 我當然會聘請我穿西裝大胎 對吧 為什麼 因為 你以前只懂得洗碗 就五千元 但穿西裝大胎 這個人除了懂得洗碗之外 還可以銷售點心 這個就是現在會發生很多的情況 就是今天有新聞都說 有酒樓 以前有洗碗 有樓面 現在不去了 樓面洗碗 為什麼不行 美國 又說美國 美國餐飲業的習慣就是怎樣 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 不過這樣 你其實是聰明女 聰明女 做酒樓 做樓面 還要賺貼士 做樓面的人 亦要負責清理那些 那一台的東西 辛苦東西 辛苦錢 但是 就是 餐飲業不會死的 是不是 有個人走過來 第一件事 就是 先生 要不要喝點東西 先賺你兩三元 然後再叫食物 吃完東西 再問你 叫不叫甜品 為什麼這麼積極 又有勇分 然後整理那些東西 抬進去 他自己也要清潔 整理樓面 全部要一天 然後服務 是的 他找得多不多 多 洗碗的人去哪 沒有助 甚至他們用完職器的東西 多了 這些 你說酒樓老闆 是否會 因此 不做酒樓呢 是不會的 不過 對不起 有很多以前 做開飲食業的人 就不能做 就是不可能 因為最低工資 最弱的人 是最弱 世人最受害 所以單憑看冷冰冰的數字 失業率 沒有跌倒 沒有跌倒 但失業種類的人 有沒有深入去看呢 可能以前是平均的 失業情況 但是最低工資實施之後 一定是排擠了最弱 就是條件最弱 表面條件最弱的人 就剔走了 沒有工作 你看新聞 新聞不是說 最低工資生效之後 不是的 職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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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位多了是哪些 暑期貢 為甚麼 暑期貢是老散 不用工強積金 我請你45天 你沒有飯中淺 沒有休息日 沒有那些 說明只是 日薪制也好 甚麼都好 最低工資是時薪 時薪 做不做 又不用工強積金 我又不用長期負擔 幾好 以前都更好些 現在沒有了 問題是很多人不明白 就是 那好吧 我至少有個最低工資時薪制 但是你 雖然知道有很多人 如果你沒有一個 長期的收入 的一個 穩定的 負擔 的話 其實人的消費 是很 在乎自己的 所謂的 生日期負擔 生日期負擔 一跌 其他種種的 香港的現象就出現 慢慢的人 就不願意消費 不願意生活 生活一定要過 但是會變得再比以前更加保守 究竟結果會怎樣不知道 一兩個月暫時未見到很多影響 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 低增值的工種 一定被取締 要不就納入其他 現有的一些人 身別上做 以前我們有理科員 現在不理科了 整個瘋子 是售販 售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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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行 以前可能有 門口有支客 不用了 是誰看見外面有個人 誰看見外面有個人 誰看見到便自己把他 美式餐廳這樣做 或者是按飛仔 像日本那一隻 不同地方的文化差異是怎樣 但是生意就是這樣 會轉型 工作崗位、工種 負責甚麼 其實是法例管不了 是會變種 適應你正下搞出來的 最低公子規管 所以最後都是做生意的人 壞 為何變這麼多 我其實為何要留你最低公子 我現在是李卓仁上身 為何要留你最低公子 就是不讓你這些資本家 剝削工人 我立了泥你就轉 我就要再立多一條泥 最後就是李卓仁想要 好像大鑊化年代 每個人做甚麼工作的細節 全部是阿爺作主 有甚麼不好 有最終保障 大家知道是洗碗就是洗碗 變成廚師就是廚師 有甚麼不好 即將所有香港公司 變成國人企業 用文革時代的運作方式 甚麼文革 古巴有文革過嗎 北韓有文革過嗎 沒有 不是每個國家都有文革 我們就是知道 偉大的共產主義國家 不是只有毛澤東年代的中國 很多地方都有 蘇聯現在不好嗎 現在沒有蘇聯 我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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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那一做36 不做36 這個文化很多地方 比較共存 對 做36 不做36 多好 是不是 不是先 難道你真的想做就只有六 不做就三億六 是不是 香港現在就是這樣 香港就是 我們多勞少得 有些人就不勞而獲 你就是不勞而獲那個 甚麼 上街抗爭不用做 是吧 富二代找那麼多 不公平 為甚麼我們不可以 財富再分配 我現在上個三個月 跟我打過 近期 就是逃避 就是 說很多時候 財富再分配 除了公司之內 還有這個 全民退休保障 他們都有說這個 財富再分配 其實我覺得背後裡 都很危險 就是 希望是均富的概念 均富有甚麼不好 我覺得均富的問題就是 你對外財富會變成均窮 不一定 你看看北歐 北歐天然資源多 李先生 甚麼 北歐有甚麼天然資源 北歐有甚麼天然資源 人又多 地方又少 那怎樣 大家一起喊窮 一定窮 香港沒有資源嗎 最重要就是我們香港 我真的很想知道 香港有甚麼資源 香港的資源多 我們可以搞風力發電 我們可以搞潮池發電 我們可以搞潮池發電 是吧 我們香港 除了有這些風力 有潮池 我們還有郊野公園 可以搞生態旅遊 這些不是資源 香港有多少地質特點的旅遊景點 為甚麼職工盟不幫人去做這些事呢 可以慢慢開發 有搞的 我們職工盟 有職工盟的一個培訓中心 其中有一些課程 就是教人做生態導賞團的導遊 還有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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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多人 有這麼多對手 這些不是資源嗎 死吧 你們兩個 地產百權有甚麼好 我們當然是工會至上 工會就是為工人著想 所以最低工資只不過是第一步 何敏傑你看已經說得對 最低工資算甚麼 即是不算甚麼 我們還未搞 集體談判權那些都很遲 其實應該就是 國有化 是的 工作分配 財富分配 總之就是各取所需 各展所長 這個就是最美好的世界 你怎麼知道本家 我立一條法你就會轉一次 各取所需我覺得合理 怎樣可以確保 那些人會各盡所長 各取所需你都覺得合理 如果你是各取所需 這件事是可以的 即是大家是會做的 各盡所長你如何確保 那些人會做的 不是 那些甚麼各取所需 你會做的 你看現在我們的大資本家 他吃到多少 穿到多少 李嘉誠那些多小 不要多小 他去到達賴喇嘛 都不再轉世 那時候 他都還可以有錢 他那些子子孫孫 這些甚麼叫所需 這些超越他所需 你知道為甚麼他不對 就是因為他太富有 是吧 其實他根本的財富太多 李嘉誠他只需要他現在 億份之一的財富 他都夠用的 為甚麼他要拿這麼多 分給我們的窮人 我們根本就沒有貧窮問題 鄧文雅老師 覺得各取所需 這件事 你是不是只是取你所需要的東西 即是 需要和想要的東西分開 即是 大家拿自己需要的東西 是 我會出現的 但到最後大家都會拿自己想要的東西 甚麼需要和想要 不明白 我只知道 總之將李嘉誠副身家 均分了他 香港就立即沒有貧窮問題 我們是否有一百萬個家庭去貧窮 有一百萬個家庭應該是貧窮 沒有人會再奮鬥 甚麼奮鬥 我奮鬥就是奮鬥 李嘉誠做目標 將李嘉誠的身家分了他 沒有人去做李嘉誠 大家就參與 最好 他爭取分李嘉誠的身家 我就是希望世界就是沒有李嘉誠 就不要做自己的努力 李嘉誠哪裏靠努力 如果靠努力去賺到這麼多錢 他是靠 考取豪奪 我告訴你 那些考取豪奪全部都是 勞動人民的血行錢 死了 為何私自三學會 現在的人連這些都不懂 救命 好害怕 完全沒有人摸摸過 突然突然上身 蛤 這些是我們以前 鋸著 鋸著 那些西多士 今天反正 說 以前私自三學會的鍛鍊 就是鋸著那些西多士 有個李卓人出現 我做李卓人 每個人都可以 咦咦咦咦 可以打一下 現在 我們打開順境波 現在 不太懂得應接這些招數 何議員 只懂得追殺人 水債飄償 別人 別人 一個反手 跟他說 為何財富 最分配 不對 沒有了 沒有了 那個競爭 糟了 很害怕 還有Peter 我們都 沒錯 掌援人 如果在 都會打 不過 青黃不哲問題 嚴重 為什麼 回到問題 我們觀眾 到底低下階層 可以怎樣脫離貧窮 如果不是最低工資 他們都希望脫貧 其實 這是一個偽問題 對 Annie經常針對 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你要想清楚 一 你說 為什麼可以幫人脫貧 你知不知道這個問題 由蘇格拉底年代 都開始問 如何追求幸福 對 如何追求幸福 對 問題就是 我說 每個人有自己的方法 每個人有自己的幸福 你要想 你要思考 你要思考 你要努力 不是別人幫你 你知不知道 李嘉誠 29歲那一年 他說 我要努力 李嘉誠 那時候 他說 怎麼幫我脫貧 你幫我想想辦法 為什麼不可以這麼窮 當你問這句問題的時候 對不起 你就已經窮 你在思想上的貧窮 一個人要不窮 第一件事是 他自己要有一個動力 去令自己不窮 這件事是其他人幫不了他 我們現在說的 其實 為什麼我說這個是偽命題 就是我們所謂的福利政策 我們要幫他脫貧 有沒有成功過 有沒有人是因為福利政策 而變成 由貧窮變成不貧窮 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個人自己什麼都不用做 如果有這樣的福利政策的話 獅子生學會 明天宣佈解散 沒有存在價值 對不起 你有小販的年代 70年代 都不是說政府 要說 我們要滅貧 不是 我們要計算 不如我們滅貧 讓人去做小販 反而是那些人掙扎著 和你的官僚部門 和那些社會周旋 放了一個空間 去自己改善生活 尼貧窮那個過程 是非常之 非常之 非常之 那個很嚴重的過程 不是一個 周什麼生 那個人 港大社工 周永生 周永生 如果有一個政策 可以幫人脫貧的話 我很想聽 知道的話 我們解散 因為沒有必要再存在 因為原來這個世界 真是有人可以 我這樣可以幫到很多人脫貧 有人嘗試做這些事情 那些什麼呢 就是教人怎樣去做生意 教人怎樣去奮發求存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大多數情況之下 那些這樣的 graduate 這些課程 或者 施永青都想搞創業基金 但是我 其實 原本 那一陣子不是在香港 在香港我一盆水流下去 施老闆 真是做得好生意 是不需要靠你這樣強行 他自己都搞定 自己搞定 所以 對不起 如果你問我 那我們可以怎樣幫人脫貧 這是一個錯的問題 那個人是要自己問一下自己 他怎樣幫自己脫貧 即是如果有人是厲害到可以幫其他人脫貧的話 那個人厲害 厲害 應該都是耶穌這樣的層級 現在是一定 年輕的一輩 唯一就是 你可能要人幫幫 就是 宋漢鑫也說過 即是 外國的基金務卿 管理上的一些方法 不是 給你很少錢 就是專門搞網站 但是 不是大塊錢 但是因為 不知道你行不行 這個 就幫你一個 最少的起步點 去做這件事 但是如果你連自己主動去想 從網絡世界去找一個生意出來做 都想不到 就沒有人幫到你 即是推車仔 你說賣什麼 很想 我做小販就開脫貧 我說賣什麼 賣橙 一人間說 我去果拉買了很漂亮的橙 十元三個 為何沒有人買 神經病 老闆在賣十元四個 好 我減價了 我買一些差點的橙 不好吃 買橙也有智慧 是嗎 當然有很大的智慧 是 我買招 做食招行動 才知道 那些招要擺幾天才可以賣 在果拉買回來 不是你買回來 那一招買了生招 這個你真是 我真的不知道 很害良 我以為上週 在果拉買 我下週就不用全倉 下週拿去街上給人吃 原來因為不能吃 可以的 你找個地方擺三天 三天 一萬隻招 我要找個地方擺三天 也是很頭痛 其實每一個 食招這麼簡單 都很多 很細微的學問 但是 如果你說 年輕人想在網上 找創個事業出來 他有沒有把 打網遊戲 或者只是玩FB的時間 花這些精力去做一個 一個研究 一個創業的可能 甚至乎 可能連Google Ad 都沒有去了解一下 是什麼時候 很難 很難去 就是說 要別人幫你 你要自己幫自己 才可以 希望觀眾可以靠自己 這一節的時間 暫時有這麼多 下一節就和大家回來 講其他問題 扶貧智庫 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 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我們剛剛說 這個 其實脫牌是靠自己的 但是近來也有很多聲音 就說 如果全民作用保障不行 那說復建居公屋行不行 復建居公屋行不行 復建居公屋行不行 是否幫助市民 按據內容其中一個方法 何議員你比較熟悉這些問題 我最近有一個觀察 現在公屋的發展 是有一個很諷刺的地方 就是一些很漂亮的土地 其實現在正在建居公屋 或者打算建居公屋 例如 譬如九龍區 我剛剛有一個家人 搬去彩雲村隔離附近的 一個私人屋苑 要付很多錢 供很多年的樓 在附近 彩雲村是否只是彩雄上山 上山一點 飛鵝山 可以賣這麼貴 那個景是漂亮的 就是因為景觀 由九龍東一路 一路望到對面海 然後因為我去探望它 車經我附近走錯路 我進去 在彩雲村另一邊的山頭 就是建設接近二十棟公屋的發展 有幾條村名的 彩營村 彩不知什麼村 那些景觀 那些景觀 是跟私人屋的一模一樣的 甚至更漂亮 有沒有阻礙你的私人屋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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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景觀 反而我覺得另一個趨勢更特別 就是80後 單身人士可以申請公屋 他就是剛才那句 我都沒有希望 我都不知道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置業 那我為什麼不住政府給我公屋 他們現在基本上是建設了幾件事 一 他這輩子都不置業 沒有所謂選擇 而我只要拿到一個單身人士居公屋 他們說 那我其實就搞定 有押遮頭 但他忘記了一件事 就是公屋其實是一種福利 所以那福利就是要看他的收入 給他 其實看他壞了 我都不會加薪工 但我這輩子都轉到 那些人是否真的這樣想 那些人 如果翌日他 不知為何真的讓他上賭 慢慢可以進升到 加到薪金 他成為公屋富戶 他會不會交一層樓出來 我很想知道 根據案例 我們看到專局的議員是不會的 因為我沒有保障 結果香港是否會越起越多 我們是一直在補貼一群這樣的人 就是說 沒有的 這些還要是大學生 已經讀書的時候 我們已經是社會 擺了資源培訓他們 然後他已經看死自己 但我不知他們怎樣發展下去 我覺得兩難的地方 如果他真的一輩子都是這樣 在這個收入線的中委之下 受政府公共資源的一路補貼 而他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話 我覺得香港的情緒 香港的意識形態最大的問題 就是發誓 絕對是有問題 現在是18歲 可能入一年就入子 那你到三年畢業就得到 沒那麼快 三年左右 三四年左右 剛剛我見到一些人 就是剛剛過去星期一 Huntime集都做了一個關於 這個三十歲以下單身人士 申請公屋的節目 他輪候的時間多久 他就說現在單身大約要一百四十一分 就是單身三十歲以下人士 如果你是對 一百四十一分就是怎樣加起來 他現在在公屋下計分制 好像你的年齡 首先另外加其他因素 其中一個就是輪候的時間 每加一歲就加三分 所以就越早入就越好 越早入就越好 越早入就越好 當你等三年 都是等了四十五分 你十八十一分 應該都六十一分 因為有很多難度的 譬如你願意接受 一些不受歡迎單位 所謂不受歡迎 可能有老人街 八年歸老 很多單人單位 你提供的時候 寫明我願意 那你就可能隨時 這個家圍村 在泡泡沙 在泡泡地上面 你都可以拿到 但我始終想知道 一件事就是 一百四十一分的意思是 他計分制之一 才可以拿到 平均拿到的分數 這個計分制其實 這幾年才行的 就是因為之前太多 十八歲就入籍 然後大學畢業 立即拿到單位的案件 太多了 後來就做了一個計分制 令到年紀越大的人 就越… 即是在泡泡永遠排鮮些 就算入籍遲 都比那些十八歲的人 拿樓 但這個制度 就被那些年輕人 就說是剝削了 他們的住屋權 這樣說 即是他們現在 是在逛街的 那些年輕人 又不是 見到他們幾個都很好的 即是他們又不是在逛街的 即是他們又不是在逛街的 有… 即是烘昌集 剛剛的節目 就訪問了三個單位 第一個就是一個在元朗住的家庭 五個人住 就住五百多尺的屋 即是媽媽和四兄弟姊妹 他們分開申請公屋的原因 就是我們都長大了 已經是二十幾歲 四兄弟姊妹二十幾歲 是的 還在外出工作 其實她媽媽也跟她說 不如我們按了現在一層樓 就讓你們拿去做首期 你們去公屋 即是再分開買一個單位 他們說 不要了 因為我們自己都有曾經失業過 這個風險很大 都是入治醫生公屋最好 第二個個案子 就是有一名的少女 二十幾歲 攝硬做了 對不起我聽到這句話 是做硬港女 她就覺得 我不甘心做地產霸權之下的犧牲者 我沒有理由把我大部分的人工 交給我 她交給我 或者供樓 而她的工作 就是一個舞蹈的創作人 追求她藝術上的理想 她自己的節目就表示 她每個月的平均收入 是六七千元左右 第三個個案子 我個人覺得是最 最觸動到人的 就是一個中五學歷的青年人 好像二十元一樣 就是這樣 是 就是靠打散工衛生的主要 是 已經入治很久了 但是到她 到她 摸偏配那些長者屋 就是要廚房 和廚房 都要公用的 是 會和老人家一起住的時候 她就說 我突然之間 那個月我加了班 接著就超了押 就立即無法培供 那又再來一個 那麼她們現在就繼續 施行公屋 好 幾個問題 第一個故事 那幾個人說 我不想公屋 她是一個經濟決定 那個經濟決定 我覺得是無可無不可的 因為她覺得 她不確定自己的 未來的收入是否穩定 很合理 那她們決定生產公屋 或者怎樣也好 她現在和媽媽住也好 她不是沒有馬遮頭 是嗎 如果我們說 那很不人道 大一個一定自己有屋 對不起 這個真是 時代不同坐 我只可以這樣說 是嗎 第二個 那女生說 我喜歡做 我喜歡從事藝術 我賺六千多元一個月 但我真是想說 做藝術是可以賺很多錢的 我不知道為何做藝術 就一定要仇富 我不是說她仇富那些富人 她是仇視財富 賺得少錢 才等於藝術 這個是白癡的思想 對不起 我不知道我沒有這個思想 如果不是 為何她不賺多一點 最重要是她說 她說我不知道 她是否財惑不夠 她只不過是一個廢柴的舞蹈家 不是一個真正世界級的舞蹈家 你做舞蹈家 不做世界級的舞蹈家 你為何要做舞蹈家 她節目之中都這樣說 即未必做世界級 如果你做到一個好的舞蹈老師 其實都賺到很多錢 你不用做世界級 教一下小朋友 但我的問題是 為何不做自己的事 非常好 她很明顯是她做現在的事 根本做得不好 你如果做的事做得好 你沒有理由生活在貧困裏面 這個是我最不屑的案例 如果我聽下去 原因是甚麼 因為她覺得她有件事她正在做 而她是喜歡的 你有件事你喜歡的 你都做到那麼差 有沒有搞錯 這個就真的很有問題 第三個例子 我不認識這個人 但我的問題是 你一直打散工 有人工加 有人工加 就麻煩繼續做下去 做到自己可以經濟能力 負擔得起 不需要被計罩 當她去見保安的時候 別人跟我說 八千元個月好不好 她說不用了 我沒有甚麼經驗 五七千元夠了 她老實跟我說 最沒有經驗的那是七千八 我失成的公屋千萬不要七千一 以前香港都有很多這樣的故事 我外父那時開巴士 她在九巴 那時剛好整巴開車隊 高身滑角 剛好她也是那一期抽到公屋 然後整巴說 喂 你過來我都要開 她說 剛剛過了一百幾十元 她說不用全部加給我 抽到上樓之後才加給我 以前都有這些事情 這些是部分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我就不覺得特別大問題 不過我覺得這個年輕人 正正是政策之下的受害者 我們一直都是 獅子生育會不是說 房屋福利是不需要的 我們說過是要的 租金券 租金券 就解決了抵類政策的問題 租金券的好處是甚麼 總之你選擇的 你是在某個收入之下 六千元一個月租金券 不過如果我是過了的又怎樣 你便隨便扣 有個階梯 不是黑和白 是有個漸變的過程 你如果人工多了五百元那又怎樣 那你的租金券那裏便少了些 不會完全沒有了 問題是現在公屋 要麼你有要麼沒有 就沒有了這樣的彈性 其實不可以完全沒有 如果政策你調控一下 我們交的租金便貴一點 所謂負戶租金 現在基本上是一個很無斷的做法 甚麼叫負戶 甚麼叫市值租金 我們的尊貴議員說 我在交市值租金 好吧 你的市值租金加五十元 我給 我要了你的單位 市值就是這樣的意思 我告訴你 我不是說要趕絕梁國雄 等他沒有地方住 但我絕對知道 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 很期待進入公屋 尊貴的議員霸住一個單位 還說自己在交市值租金 我私人省多五十元 我就想把那個單位 給在上環干落到西 在天橋底的路縮者住 我私人給那五十元 其他的我公開就 行不行 甚麼叫市值 市值的意思就是 人人出得起那個錢 都可以拿到那件貨 那些才叫市值 所以那些名字是很重要的 那些官民的名稱出來 不要相信他 甚麼叫市值 掩飾了制度 根本就不公道 即是 我將你的租金券 那個福利 隨著你的收入增加而抵減 自動減 去到最後 你去到 我已經賺了那麼多錢 你還好意思拿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公道的做法 即是我們私自生學會 不是無政府主義 你那些人很喜歡我們 你們沒有政府主義 不是 我們只不過 我那個房屋福利的方法 不是公屋 但你們不知為何 一開波就是 我的房屋福利 當然是公屋 但現在的公屋證 就是 裝卷給公證 好很多地方 就是不會有資源的錯配 即是現在 我剛才說 甚麼採迎村 例子就是 你給一個超級無敵大海景 給公屋住戶 還有煙花 是不是浪費了 它是不是需要一個 這樣的環境 問題是 其實對那些人來說 是不方便的 其實上山上 它不會有私家車駕 我乘多了一程小巴士 才回去 但你一說 哇 這麼漂亮的地 在公屋浪費 那些人說 窮人不可以看海景 可以 不過其實窮人 是不是需要看海景 你知不知道 其實每天浪費在海景的 那個 價值 其實原來 我們在那裡可以減了一年的 不知道 差響收入 賣了那塊地 可能賣了那塊地 你可以是 給租金券 他可以租到很多地方 方便去公屋 近他上班 可以照顧小孩 小孩讀書 可以有一個好的效望 官僚的操作 就是這麼粗暴 我要建一年建幾多個萬個 就是梁振英那些 八萬五百萬五 你就是粗暴地 不管了 不管那塊地值不值錢 賣不賣到地 建到什麼工廠 又不建 建什麼都不管 我就是建公屋 那些人進去 那個人是不是需要那個位 那個位 是不是最適合他 全部這些問題都不考慮 其實就是一個真是社會主義式的運作 穿越行政方面 其實香港是很社會主義的 但我們不是自覺的 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世界最自由經濟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很社會主義的 要政策上社會主義 即是公屋是世界各地 其他政府都很不敢學 很不願意 是沒有什麼地方 很不敢學的 因為走了就回不了頭 即是一開了 說政府會負責上身 即是看聯合國的人權公約 人權的定義 裏面有沒有房屋權 即是當青年人說 我已有權 政府要給我房屋 是我的權利 你要想清楚 你所謂的權利 即言論自由是人權公約裏面 我們每人都要捍衛你 你有言論的權利 不應該剝奪你 知不知為何言論自由 是一個討世價值自由 因為成本不在於他人 我要說出一句說話 是我自己權責自負 文責自負 傷害了他人 我們亦有其他機制 你可以反駁 真理是愈變愈明 我不會因為說了一句說話 而令到Andy 就不能說這句說話 所以這種人權 是不會減弱其他人的權利 只會是大家愈變愈明 愈接近真相 這個便好 是嗎 或者我有權利去保障我的生命 當我保障自己的生命的時候 我會不會令到Andy死了 那這些便是人權 但我住了房屋 你不能住 那不是一個不允許的資源 所以 沒有救了 希望未來香港 搞清楚權利是怎樣 居住 應該怎樣規劃 今天多謝何文傑 多謝李兆富 下次再見 多謝各位 拜拜 請看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